兩位市長今天是難得從台 不過最近從兒虐案到實務重點 看起來雙北都是要一起面對的 有沒有要對對方需要的話或是行動 雙北一直都是密切合作 我想面對各項的問題 我們都積極面對勇於認識 那面對問題解決問題 同樣的道理 一個共同生活圈 所有事情一定會有連帶關係 大家彼此之間 不管發生在哪個地方 我們都全力的積極的密切合作 解決人民的問題 那我們同時也會跟中央一起共同面對 市長請問保齡保險預期的部分 另外三間分店開發經由出來 現在微信局正在開會 針對保齡另外幾家分店 並沒有交保費用的保單被註銷 我們就會依照實安法第13條 以及第47條第5款依法開發 下午兩點記者會就會對外公布 那中午要過來說明的新安東京 那他們先前的聲明就有說 他們跟保護查是沒有契約的關係 那你覺得是不是有點在甩鍋 那如果他們之內不明明的話 原版投保的國派就夠平常 今天11點法務局就會約談 新安東京保險公司 那依照我們消費場所強制投保 公意外責任險的實施犯法 第三條的規定 新安東京保險也就是大時代 它所保險的範圍必須寒瓜整個美食廣場 如果沒有寒瓜 我們就會依照消費者保護自治條例 依法開發 如果有包含當然大時代 以及新安東京保險公司 所保的範圍就會寒瓜 這一次A13的事件 市長想問一下 因為現在檢驗的狀況 好像跟保齡好像沒有什麼 比較直接的關係 那最後責任歸屬有辦法定在保齡嗎 還是說如果沒有辦法定在保齡的話 怎麼辦 所以這個部分當然一定是依照相關的合約 當然是否立場 包括我們上星期約談國泰產險公司 以及今天我們約談 新安東京保險公司 最重要我們都會要求 他們是以對受害者最佳利益的方式 來進行相關的理賠以及範圍認定 市長大巨蛋的部分昨天又漏水了 但遠雄昨天的說法是說 其實在點市照拿到之後 還有三個月到半年的點交 但因為是大量體的使用 是不是有點在甩鍋伺服 那市長之前有說要做一個這種投票 我們是不是有檢查一些缺失 昨天當我們發現有這樣的狀況 即刻要求遠雄盡速的處理 並且對外說明 那當然我們最重要的在年底 都會要求提報相關的評估報告 那最重要我們也會把這些相關的缺失 納入我們年底 體約績效的評估當中 所以這個部分體育局都會 和法國局對合約來進行相關的研究 而且我們一定是依照合約 該進行績效的評估就會進行 請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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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靜下 ór